我,穿成了宁王妃,正在密谋杀夫。因为我不杀她,她就要杀我了。她的手法老土蛋有效,就是给我喂慢性毒,削我的权。甚至,在我发现之后,她依然能面不改色地把毒药送来。假以时日,一句病亡即可。可,她以为我在王府当这么多年间,是假的。我在谋划一场比她更完美的反杀,不动声色,无计可循。宁王风流好色,但这并不是我要杀她的原因。刚开始,我只当我是来宁王府打工当高管的。 美人多,我就把王府当成一个顶配大厂,很有挑战性。而且,这些女眷都各有千秋。光有名分的妾室就有八人,李满娥只差两人,最差也是无品官的女儿。至于其他没名分的,就更多了。可能是宁王,毕竟万花从中过,多好看的皮囊,对她来说,记忆点都不够。能长久留下来的侍妾,都是有记忆傍身的。有艳客时候称场面的绝世舞姬,成名琴师,还有深藏不露的衣女,和不动声色的刺客等等。宁王府的卷,是平等卷死每一个人的卷。 而我这个王妃,起初就是努力做好上下沟通工作,给员工争取福利来防止他们精神内耗。奈何我一边努力,老板一边拆台。首先,府里两个侧妃的位置一直空着,我跟她提了几次,让她早做决定。毕竟府里的八个妾室都出身名门,都有竞争的资本。还有那些侍妾,我让她要么就雨露均沾,要么就别再往里添人了。老板通常已读不回,有时候乱回。 我做王妃那么些年,每天工作累得要死。直到后来,我才看清了现实。我老板是个贱人,她死了就好了。我认知的改变,是从府里一名叫清柳的侍妾开始的。 入府三个月,这国色天香的女子突然自尽。当时,婆母皇后连夜召我入宫,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一个清楼女子,进府的时候就闹得满城风雨。如今怎么又自尽了?是不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府里其他人戳磨她了? 吓得我连忙解释,母后,府里的姐妹,面酸吃醋的是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人命啊。 她把我娶进门,就是因为宁王荒唐,需要一个稳重能干的王妃给来持家。 平心而论,皇后强势,但她不是不讲道理。此时她想了想,觉得还是得骂她儿子,这个孽障,罢了,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留言。 否则,她是没事,你的名声全完了。我冷汗津津津地出了宫。大丫鬟发财连忙来扶我,王妃。我做了个晋升的首饰。 清柳出身清楼,是明洞长安的花魁。当初进府,就引得言官不停地参奏。只是拦不住这个荒唐王爷上头。 但她不是个无名之辈,甚至京城过半的才子都给她写过诗。 入府三个月就自尽身亡,消息不知怎么已经传出去了。 皇后虽然严厉,但她是为我好。 坊间已经开始传,是我这个王妃,妒忌搓磨了这美人,逼她自杀的了。 回去之后,宁王找我问话。 我只说,母后很生气,让妾身尽快平息留言。 宁王刚刚施了爱妾,有些悲春伤秋,但是又表现得很得体,一双寒情目,专注地看着我。 我。 她说,辛苦你了。 说完就想在我屋里休息。 我尼玛。 滚好吧。 死东西。 荒废那么多女子青春的你,看起来真的很恶心。 但是,我表面没说,而是装作又惊又喜的样子,一边给我的丫鬟使了个眼色。 然后陪宁王聊了会儿。 发财端着一碗臭气熏天的汤回来了。 王妃,该吃药了。 宁王面色大变,王妃怎么,怎么吃新药了? 可是有什么不是。 我笑道,切入府多年也没给王爷添上小柿子,所以求了些偏方。 说完,发财就故意把我的臭笋汤端到了他鼻子底下过了一遍。 宁王没忍住生理反应, 语。 我端起碗,咕咚咕咚喝。 宁王猛地站了起来,本王,本王想起还有事。 说完他忍不住了,扭头就跑了。 我有些失望地喊,王爷,那您什么时候再来? 直到他滚远了,我才露出了一脸冷意。 发财脆了一声,烂黄瓜。 可我却在想,他刚才话里话外,似乎暗示我不要多查。 毕竟是一条人命,总不能为了控平,就草草发丧。 他的暗示已经到位了。 但我仍打算查。 我偷偷找人来验尸。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清柳得了脏病。 这个消息让我焦虑了。 如果宁王也传染上的话,府里只怕要被一锅端了。 但,清柳入府之前,明明做了检查的,干净清白一个女儿家呀。 难道是宁王这孙子传染给他的? 我很快又否定了自己这种想法,他身份尊贵,定期体检的。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清柳偷人。 不,这也不可能。 我了解他,他被卖入清楼只是命不好,不代表他本性放荡。 这件事变得更棘手了。 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让和府上下都去做个检查。 负责厨房采买的卢妈妈突然过来了。 先是说了几句厨房采买的事情,我漫不经心地听着。 妈妈您做主就好。 这时候,卢妈妈突然拿出一个玉佩,交给我。 我有点诧异,这是。 卢妈妈跪在我面前,小声道,这是清柳夫人临走之前交代要留给王妃的。 我倒是,也听说了,她前段时间就开始有些反常。 突然就打开了她的百宝箱,把她的首饰全送了人。 我因此而非常懊悔,责怪我自己没有早点关注到她的情况。 没想到,她也留了东西给我,让我更伤心了。 只是,她为什么不自己交给我呢? 卢妈妈把声音压得很低,清柳夫人临终交代,奴婢也不知。 我反应过来了,她有未尽之言。 府里的老人很是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我不强人所难。 因此只是让她下去。 然后打算顺着这块玉佩,查一查。 我进府之后,因为宁王生活奢靡,逼得我费了很多心思来经营数五来补贴王府家用。 当然,我不是为了她。 我是为了养我那些貌美如花的员工们。 如今最繁华的回资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那边来往的商贩和客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都是我的人脉。 很快发财,就打听回了消息。 玉佩是左数子张大人从多宝格买去的。 好巧,多宝格是我的产业,之前我带清柳去逛过的。 她应该知道这件玉佩的出品。 张大人买的玉佩在她身上。 我看向发财,都说了吧,不要卖关子。 发财神秘一笑。 是。 查出这块玉佩以后,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张大人的玉佩会在清柳夫人身上呢? 这丫头脑子也清除得很。 她立刻找到了回资街的粮衣馆。 这个粮衣馆有一项阴私的生意,就是专门替大门户里的人处理不宜见人的病。 比如女子不孕,男子不孕等等。 大夫的嘴非常严。 但我做事向来流一线的,拿了消息了也不声张,有良好的信用度。 她租的是我们的铺面,交情也一直不错。 我说了张大人的身材,年纪,模样,大夫说上个月是有这么一个人去看了花柳。 我狠狠抓住桌子边缘,你确定吗? 发财说,大夫画像了,但立刻烧掉了。 那就不错了。 发财忧心忡忡,难道是清柳夫人和张大人私通,染了病,觉得无言见人,所以自裁。 那她为什么要告诉我? 清柳知道我一定能查到的,指向性太强了。 发财想了想,可能因爱生恨,要您帮她报仇。 我,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发财难难道,不大可能。 张大人六十多岁了,长得还丑,一口黄牙吓死人。 清柳年纪轻轻,又貌若天仙。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但我其实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左竖子是太子蜀官。 冥王身边的大丫头连跃来催促我发丧。 我仅仅攥着手里的玉佩,还是答应了下来。 反正,验尸已经验完了,而且,空瓶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关键是这个时候,府里另一件事让我有点上头。 可能是因为,最近我的关注点都在清柳之死上。 呦!府里有些没震住的牛鬼蛇神又出来做死了。 耿氏和严氏同属八大妾氏,都是有名分的。 那天,严氏把身怀六甲的耿氏推早产了。 我三令五身,再怎么捏酸吃醋,谁想闹出人命,谁敢动府里的孩子, 一律乱棍打了,赶出府去。 严氏这是一下就犯了两条忌讳。 我立刻让人把严氏关了起来容后发落。 然后亲自坐镇耿氏的尖家楼,要力保耿氏顺利生产。 等了半晌,耿氏一直在里头惨叫。 我觉得不对,叫了产婆来问。 产婆美好气得道,女人生孩子,本就这样的。 我一听就慌了。 立刻吩咐左右,给我按住了,打。 产婆很惊恐,娘娘。 发财二话不说,带着两个婆子上去,按住她就好一顿毒打。 我又吩咐人去请梁吟,就是一仙谷出身,府里没名分的侍妾之一。 梁吟匆匆赶过来,听到那惨叫声就知道不对劲,赶紧进去了。 女子孕产实在是一件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全在奉献的事情。 所以,我平生最恨有人在女子孕产的时候动她。 府里一共降生了八个孩子,有男有女。 所有产妇我都让他们接受过产前培训。 其中一条就是不要大喊大叫浪费力气。 梁氏很乖巧,认真的保证过,一定会好好忍耐。 我了解她,她能忍的。 因此,产婆如果跟我说,胎位不正,难缠我多接受。 但说,这是梁氏的正常反应。 结合她刚被害过,那,我可不能冒险了。 两个孔无有力的妈妈打得产婆满嘴是血。 发财提了刀要割她的耳朵。 一刀下去,耳朵才割出血。 她鬼哭狼嚎得招了,娘娘息怒,是严夫人,给了小人银两。 我憋着气想再审,屋里传来动静。 耿氏生了个死胎。 我吩咐,把她带下去关起来,一定看牢了,免得自枪。 回头人证物证都全了,我就发落了严氏。 梁银从屋里出来,疲惫地倒,命保住了。 她性子孤冷,但我知道她是面冷心热。 现在,她面上也有感伤。 我让她一步花听。 此时,我细细问过梁银。 梁银低声说,孩子被推回去过。 我,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 嗯,所以后来出不来,憋死了。 她也伤得很重,命是保住了,只是,人怕是要废了。 我气死了,一拍桌子,混账东西。 一向冷漠的梁银都忍不住问我,王妃姐姐,这是为什么呀? 您管理王府一向规矩言,怎么还会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也许她只是发泄情绪。 但听在我耳中却是疑点重重。 我深得皇后宠爱,治理王府恩威病师,他们都知道得罪我没有任何好处。 严是不是个傻的,她做这件事,权衡利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侍女了端了茶水过来。 我正好转了个身,一不小心就把茶汤撞下去了。 侍女着急地收拾。 梁银突然盯着那茶碗,等等。 我。 她走过去,蹲在地上,捡起一片还残留茶汤的碎片,仔仔细细看。 我正纳闷。 这时候,冥王来了。 她说,怎么弄得鸡飞狗跳的? 还不把这些碎瓷片收走。 梁银有点不知所措,站在了一边。 我如实向我老板禀告了梗氏的事。 她表面看起来有些怅然,叹气,老王妃好好照顾她了。 我低声道,这是妾分内之职。 她又问我,严氏那边打算如何处理。 我,自然是按照家规处置。 她说,产婆的话也不可尽信。 把人带上来,本王亲自问问。 她好奇怪。 问产婆不如问梁银啊。 我直觉这里头不对劲。 不多会儿的功夫,发财白着脸过来了。 产婆死在柴房了。 我惊了惊,什么? 这时候,宁王身边的随从今只便笑道, 许是畏罪自尽。 那就是死无对证了。 我不可置信地看向宁王。 宁王只是低头喝了一口茶, 就道,既然如此,就有劳王妃再费心思了。 说完,她就站了起来,陪本王去看看耿氏吧。 耿氏在里头哭得像猫。 明明没什么力气,却有一种生死历劫的感觉。 王爷,妾身,妾身好恨,好疼。 宁王安慰她,放心,王妃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我们没有进去。 在外头听见这话,发财有点窝火。 倒把什么都推到娘娘身上。 她生气的点是,宁王这么说,发落不了严氏, 耿氏就会认为是我没给她讨回公道了。 我给了她一个眼神让她闭嘴。 现在,我在想另一件事。 我特地嘱咐了,要防备铲破自枪。 她只能是她杀。 而能从我手里杀人的,整个王府只有宁王。 如果这么说的话,能让严氏冒着得罪我的风险下手, 那也只能是因为她觉得有了更大的靠山。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那是她自己的妾室,她自己的儿子啊。 这时候,在旁边一直静悄悄的梁吟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袖。 我回过头,看见她脸色苍白。 梁吟? 她,耿姐姐,她永远不会再得宠了,对不对? 耿氏的身子已经毁了。 小姑娘听着里面的滕西安抚,又想到可怕的现实, 小脸上很是割裂和惊剧。 我把她搂了搂,算是安抚。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 回去之后,我就觉得身上很倦。 发财推门进来,低声道, 王爷今晚睡在梁吟夫人那里,没问上话。 当时太匆忙,我回来之后才又想起来, 梁吟对我的茶汤表现出来的诧异。 我最近身体总是不舒服,平日里也没什么精神。 那茶汤,是宁王特地去请了宫中的太医来, 给我看了病,开的药。 说是我疲劳过度,有些阴虚,要平时当做茶饮就好。 我刚开始喝的时候,觉得确实不错, 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可喝到现在,我精神头反而不如当初了。 我还以为是产生了耐药性。 如今,却不得不多想一步。 发财去问,没想到撞上宁王也在。 我按下心头的不安,无妨,明天再问。 谁想,这几天,宁王一反常态,极度宠爱梁吟。 不但每天都睡在他那里,白天也把他带在身边。 这很不寻常。 梁吟是个要吃,他并不喜欢外出,肯定不是他自己要求的。 我开始焦虑了。 明王很擅长利用他缠绵的爱意来控制身边的女子。 说白了就是一种,扑儿。 梁吟涉事未深,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我以前以为他只是好色,可是我现在发现,他的爱意似乎也都是带有目的性的。 他在梁吟身上下功夫,那表示他绝对有鬼,给我的茶汤也有鬼。 我想不通为什么,但是不影响我捋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 他,要害我。 我正在这困境之中寻找出路。 那天夜里梁吟突然穿着丫鬟的衣服,偷偷溜进了我院子里。 把我给吓得差点大喊有刺客。 他说,王妃。 我是梁吟。 我大吃一惊,你怎么。 他喃喃道,我不想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我是个医者,不是毒师。 我想救人,而不是害人。 我喜极而泣。 刚气了一秒。 发财疯了似的跑进来,王妃,前头说梁吟夫人丢了。 王爷正在大发雷霆。 我。 梁吟一脸惊慌,那惊慌中又带着清澈的蠢萌。 啊? 我被发现了吗? 姑娘有正直这一个优点就够了。 剩下的交给我。 发财看到梁吟吓得要死。 立刻就开始想办法怎么把她弄出去。 可我不这么想。 上次我就是慢了一步,让铲破被弄死了。 这次我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思来想去,冥王正访我是瞒不过去的。 我蹲下来问了梁吟一个问题,我,和王爷,你选谁? 她道,我选王妃姐姐。 我。 原本以为她会犹豫一下。 她快速道,我又不是傻子,看得出来耿姐姐是她害的。 她还想害王妃? 自从知道了,她又天天来我这里,我真的觉得无比恶心。 可是姐姐不一样,姐姐只是看着凶,可姐姐是好人。 我打断她,等一下再说。 你信我要吃点苦头,这样你就可以脱身。 她身上还穿着丫鬟的衣服,眼下我这里也没有她的衣服给她换。 为了隐瞒,她是自己逃出来的,我干脆让她把衣服脱了。 指着中衣中裤,再把她绑了,让她跪在铁锁上。 还行吗? 她忍耐道,可以。 我心疼地摸摸她的头。 她说了,茶汤有毒。 冥王对她说,毒是皇后让下的,皇后说我行事僭越,对我很不满,让她千万不要告诉我,她会去求皇后。 我皱了皱眉。 这时候,门外传来吵嚷的动静。 我立刻大声道,你个贱人。 说是不说。 下一秒,大门被一脚踹开。 向来在我面前装得温文尔雅的冥王,此刻脸色阴沉得像滴水。 她立刻走过去把跪在铁锁上的凉银抱起来。 王妃这是干什么? 我冷笑,王爷不是看到了? 我在归训妾室。 小丫头吓得大气不敢出。 不过,可以理解,被厨医是奇耻大辱。 冥王试探,为何归训? 那一瞬间,我脑子转得要冒烟。 第一反应是,缓和一下,说我怀疑梁银给我下毒,茶汤我咽过了,有毒。 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万一冥王真的顺水推舟,推到梁银身上呢? 那梁银今晚得记在这儿。 我又想假装完全不知茶汤的事,只说极度她最近得宠。 还是不行,我从未争过宠,没道理针对梁银。 怎么办呢? 她盯着我。 我也盯着她。 半晌,我下定了决心。 我拿着身边的茶杯,手一翻,茶水尽数泼了。 我觉得,我为何如此,王爷应该有数。 我看向她怀里的梁银。 之前就已经交代了,不管宁王怎么问,就说她咬死了没说。 这丫头倒是很上道,立刻就惊慌地道,王爷,我什么都没。 话音未落,宁王捂住了她的嘴。 她盯着我,道,许霞盈,你好自为之。 说完,抱着怀里的人,拂袖而去。 等她一走,发财下的双腿发软,直接坐在了椅子里。 娘娘,您怎么就撕破脸了? 我皱眉道,眼下的情况不适合B站了。 她已经起了疑心。 如此,我撒一个谎,以后都要有无数个谎来源。 最重要的是,B站也不能让她打消杀我的念头。 那不如让她把手段摆到明面上来。 发财又道,刚才,杨银夫人说,是皇后娘娘。 我摇摇头。 母后形势雷厉风行,她若我要死,直接下旨赐死便可。 那宁王,可是,她为什么呀? 我说别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答案的。 我是胎川,入府之前曾在皇后身边伺候过一年,长了不少见识。 皇后尚且被人谋算过。 若按照她的做法,兵贵神速,我必须争分夺秒,尽量为自己争取优势。 今晚宁王的心思会在凉银那里。 趁着这个时间,我连夜让发财又出了府。 晚上,又把清柳留给我的那块玉佩拿出来看。 其实,现在我把所有的事情串起来想,已经有了猜测。 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是吗? 发财在天明时回来。 她吓得不轻。 回来猛灌了半壶冷茶。 这丫头当初跟我一手盘下了回字街,平时我要在府里操持内务,生意基本是她在跑。 为了生意兴隆,她给她自己改了名字,叫发财。 因此,回字街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中。 我照娘娘说的,去打听耿府的事。 我是心里已经怀疑,耿氏得罪宁王的原因,是她的家族。 指向性很明确地让发财去了回字街茶林楼。 加上回字街的茶林楼是京城文官,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 常有人在那里高谈阔论,针边时事,掌柜是个消息罐子。 发财说,前阵子,耿大人随太子南下赈灾,立了大功,回来皇后娘娘大力褒奖了太子。 听人说,赈灾的主意,是耿大人出的。 这件事单独看,没什么稀奇的。 奈何我们现在会联想? 应该就是,在耿大人这次出发之前,宁王应该给过他一些暗示。 他没从,还帮太子大放一彩。 于是,宁王通过折磨他女儿来给他一个警告。 最终他得出了一个让他心惊胆战的结论。 娘娘,宁王他怕事,想夺敌啊。 好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现在我所有事情都能想通了。 他想夺敌? 那风流荒唐,就只是个人设。 因为他不能满门门客或是勾连大臣,那必然野心暴露。 所以,他把算盘打在了女人头上。 而这狗贼,破案女人也很有一手。 两个侧妃的位置,他是故意留着的,就是为了让府里八位妾室为他拼命耗娘家。 然后把他的关爱作为奖励,掰开揉碎了,赐给那些没名分的侍妾,让他们各显神通,格外卖力。 他要杀我的动机,也很简单。 我希望王府和谐有爱,是和他的理念相左的。 光看了最近清柳,耿是两件事,我应该都拦了他的路。 严氏冒头,也不难理解。 他需要一个人破了我的局,向他投诚的人。 严氏就是那个赶薄一薄的人。 清柳,还有清柳。 我又扭头,看向那块玉佩。 我自诩是雌鹰般的女人,差点没抗住。 他信我,可我竟然没发现,他出了清楼,却进了魔窟。 发财反应过来了,他震惊地看着我,您是说。 张大人的玉佩,张大人的脏病,张大人的太子属冠冠职。 再联想到,清柳入府不超过三个月,宁王却频频带他出门。 原以为是戎宠。 实际可能是,逼他去伺候,那些他想拉拢的大臣。 由此染上脏病,他绝望自尽。 发财要哭了,清柳也太傻了。 不就是病吗? 这就是了。 耐心张得都没死,他为什么要死呢? 能是为什么? 清柳被迫堕入封月,当年人在清楼的时候,多少王宫贵族想要一亲方则尚且不得。 他以为嫁入王府是他封月路的终点。 结果比他在清楼的时候还不如。 其实我一早就知道宁王这种渣男,不会有真心。 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提醒府里的女孩子们。 我以为有一些梦幻泡影,活得会更有滋味,横竖宁王也愿意花心思哄他们。 看来我错了,错得离谱。 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要杀他。 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只有这条路可走。 为了我自己,也为了这满府的员工。 只是要杀他,我得有一个全面的计划。 他是皇后嫡子,我是他的正气。 不确定他能死透,我会先死。 因此,我需先忍耐,等着他先出招。 隔天一大早宁王就来了。 我想,他也经过了漫长的思考。 我也很冷静,等着他先亮牌。 现在看他,坐在晨光都照不到的阴影里,好皮囊掩饰不住他面容阴郁,眼神多疑。 他看了我半晌,然后挥了挥手,一碗茶汤摆在了我桌子上。 我有些鸡翘地看着他,王爷,这又是唱哪一出? 他说,别装了,霞盈,你是个聪明人。 我想了想,为了保住梁吟,我只好主动出击。 我说,我是有所怀疑,不然也不会对梁吟下那个狠手。 只是,我是有哪里让王爷不满意吗? 他慢条丝里地交叉着双手,显得很有耐心。 其实本王很喜欢你。 你生得貌美,能干,又得母后宠爱。 可你只一个毛病,就是太聪明了。 我笑了笑,聪明,不好吗? 若不能为本王所用,聪明便要坏事了。 我低头看着要汤,那也不至于要我的命吧。 明王突然有些狂躁起来,一拍桌子, 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坏事,本王也不是容不得你。 我不言语了。 他面无表情地道,现在把药喝了,本王会对外称你病故, 保留你正气的尊位,来日容应你的宗族。 你若是不识好歹。 他扭头看向门外。 他那个手下金植,正在冲我放浪地笑。 金植是个色情狂,在王府多敢四处动手动脚, 被我狠狠处置过几次。 这一刻我才知道,古代女人,若是在这身宅大院, 若是被自己的丈夫针对,可以有多可怕。 我低下头,端起药碗,又放下。 他挑了挑眉。 我大声道,金植。 金植惊疑不定地看着宁王。 宁王看着我冷笑,王妃叫你,你进来就是。 说完,以一种看好戏的姿态看着我。 金植立刻两眼放光地进来了。 甚至,胆大包天地走到我身边。 王妃,小得在,有什么吩咐? 我笑,她也笑。 然后我直接拔下头上的簪子,直接扎进了她的脖子里。 宁王大吃一惊,许霞盈。 金植捂着脖子,在地上痛苦地爬向宁王。 我端起药碗,看着宁王,王爷刚才是说, 保我死后挨戎。 既然如此,我提前要个侍卫陪葬,不过分吧。 既然要老娘喝毒,那老娘高低要先带走一个色情狂过过瘾。 他答不答应都一样。 反正我精准地扎中了大动脉,簪子拔出来,就是死。 宁王显然也发现了。 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我,最终道,这就是为什么,本王绝容不下你,在本王身边。 我微微一笑,谬赞。 说完,我把药碗一饮而尽。 金植捂住伤口的手终于落了下去,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 等吃了药,我就跟宁王谈条件。 现在,我必须把我手里的筹码选择性地抛出,才能征得一个缓冲的机会。 府中内务不必提,这打动不了他。 我得宠于婆母皇后,然而这又是他恨的一点。 于是我找到了另一个切入点。 王爷不会不知道,凭着王爷的封意,养不活着满腹的灰金如土的吧。 他的封意一年不过三万十,是我嫁进来以后,拼命经营树武,他手头才阔绰起来。 这一点,他也知道。 他道,一并挪了出来。 我笑笑,低头用帕子擦擦手上的血。 可不是谁都行。 宁王冷笑道,你做那点买卖,不过也是仗着本王的名头而已。 霞盈,你还有一样毛病,就是太字大。 我不吭声。 他想了想,就到,提条件吧。 除了你的命,别的都可以提。 说的简直不是人话,不过我不介意。 我屋里的人,我做主遣散,不准你们发落。 若有留下伺候我的,我死后,保他们平安。 宁王站了起来,看了我半赏。 突然谋中闪过一丝遗憾。 临危不乱,屡显如遗。 你真的,很适合,杀你,本王也舍不得。 他没有说出来。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很适合,皇后。 其实他志大才书,志多就是有一些搓磨女人的手段,哪里上得了那个位置。 但眼下,我只能忍着恶心,敏锐地,抓住他那一丝不舍。 王爷,可答应。 他笑道,无有不云。 这女娘,看不出来是要我命的样子。 等她走了,发财才进来。 看着被拖出去的尸体,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呸了一声。 王妃。 我低声问,良音如何? 目前这个阶段,她还没有失去自由,所以一早就去把这件最要紧的事情打听了。 夫人无事。 我松了口气。 那,等着接招吧。 我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丫鬟鱼贯而入,跪在我面前。 带头的就是连月,冥王的贴身侍女。 他人虽然跪着,却十分巨傲,王爷有命,王妃身子不适,特命我等来伺候王妃。 这是来监视我的。 我点点头,辛苦连月姑娘了。 很快严氏也来了。 他害了耿氏母子,本来已经被我关起来,等候发落了。 没想到有惊无险,眨眼就逆袭了。 说起来,八妾之中他出身最低,可禁府宁王就给了他名分。 看来是早就打算重点培养了。 此时他精神异异给我请安,姐姐。 我懒懒的,不必多礼。 严氏笑道,王爷希望,姐姐把您会的都交给我。 毕竟,姐姐身子不好,不宜太操劳了。 我叹气,几位妹妹打破头抢的侧妃之位,原来早已经有主了。 严氏显得智德意满,我不过是比其他姐妹,大胆一点罢了。 你确实很大胆,年纪轻轻已经背着人命了。 他不以为意,是姐姐迂腐了。 我轻轻抚摸身边的茶杯严。 害人是很简单的事,并不值得你拿出来吹嘘自得。 只是,你当真要走这个捷径吗? 人家不做的,他做,可不就是捷径吗? 他盯着我,姐姐,我不过是赢在我比你爱王爷罢了。 我听了也是无奈了。 渣男见女的逻辑果然完美必还了。 在宁王看来,这满府的女人都不够爱她,不愿意为她舍生忘死,不愿意为了争夺她的宠爱而踏破底线。 她还很委屈呢。 严氏则觉得自己是发现了快速升值的漏洞。 只要爱她就可以了呀。 毕竟,她是王府的主人。 听她的总没错。 就显她一人聪明了,与虎谋皮,祝她好运吧。 严氏皱眉道,姐姐,请教我吧。 我说,好。 然后第二天,我让人拉了一码车的账本回来。 这是回字街去年一年的账本。 严氏人傻了,这么多。 只一年。 我冷冷道,对,就一年。 她有些抗拒,你是在为难我。 再说,过去的账本,有什么好看的。 我笑笑,你知道回字街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你知道那些商铺有哪些是我们自营的,哪些是引进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回字街前头只是一条破烂街, 我一见好,就横扫了原本最繁华的朱雀街吗? 严氏哑口无言。 我指着那一车账本,钱是不会让大风刮来的。 答案,就在那些账本里。 你若是找得出来,才算有天赋。 严氏生气得道,你已经。 突然看到站在旁边的连月, 接下来的话,他就没说出口。 眼下他只是不服气地道, 我还年轻,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你且等着吧。 说完就很大声地让人把装账本的箱子都抬走。 直到他杂杂呼呼地走了。 我踩扭头看连月, 如果他不行,王府可有苦日子过了。 连月当着我的面眉吭声。 但是他反手就告了严氏一撞。 再见到严氏,他老实了很多, 有点灰头土脸的样子。 他才阴郁地盯着我, 你这个贱人,竟然背后告状。 我淡淡道,我告状有什么用啊, 要紧的,不是连月去王爷跟前说了吗? 他恍然大悟,连月是你的人。 我看着他笑,对对对, 你去王爷跟前,就这么说。 严氏。 我冷笑道,连月是王爷的第一个女人。 我只要跟他说一声, 你没有经商的天赋,王爷以后要过苦日子了。 你说,他要不要着急? 严氏脸色一变再变。 哼,靠下坐的手段升值容易, 可真要坐稳这个位置还得靠真本事, 他现在该明白了吧。 最终他只能找到一个高点来支撑他自己。 你一个马上要死的人。 我挑了挑眉。 最终,他被我的气势惊住, 下意识地别开了头,有些狼狈。 我冷笑。 杀我,是王爷的事。 趁着我没死, 你还是赶紧先多学点东西, 别的闲事少管。 否则,我能带走金植,也能带走你。 提起金植,他终于害怕了。 不过害怕也没用。 是他自己选了这条路。 在他破坏规则杀人的时候, 他就该知道,别人也可以杀他。 他算计别人的时候, 就该知道,有人比他精于算计。 他在为了男人屠戮女子、孩子的时候, 就该知道, 他已经不属于女子这个阵营。 被我狠狠敲打过一次, 他又老实了一阵子。 宁王对外宣称, 我病了,由严氏市集。 很快,府里的女眷几乎都来看我。 哪怕宁王吩咐了,不许人探望。 这一桩,也在我意料之内。 我没有应急反抗, 反而很配合地开始卧床装病。 因为我很清楚, 造成恐慌的话只会引来他更极端的手段, 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那天府里一个叫凌霜的士气来看我。 他是晋府最早的一批。 听说他说最好的练武筋骨, 所以宁王一直让人叫他练武。 我以前没多想, 现在细思量, 他练到这份上, 身量鲜鲜, 穿上衣服几乎只是个弱柳迎风的女儿家。 但以前我给他上药的时候, 看他脱过衣服。 当时他因为很痛, 蓄了力, 那身上筋肉是极有爆发力的。 什么武学需要这么高的隐藏技巧? 凌霜和其他人不同些, 他和我是最亲近。 趁着他还在困惑我怎么病了。 我一把把他拉过来, 低声问他, 你是刺客吧? 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可真精彩。 我盯着他。 他小声道, 我只告诉你, 你别跟别人说。 我。 那一瞬间, 他受训的时候被打得遍体鳞伤, 几次差点挺不过来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我。 我质疑过, 这姑娘自己倒是很淡定。 他跟我说, 要学好武就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要吃这么多苦。 我说不练不行吗? 他说不行啊, 他有天赋, 特别好的天赋。 我心想如果是为了爱好而学艺, 那我没什么可说的。 可, 凝望训练他, 是为了让他当刺客。 现在细细回忆, 再看他现在的表情。 我生病了, 他应该很焦虑, 下意识抓住了我一根大拇指不放。 但他的表情很麻木, 空洞, 呆滞。 他这是, 被压迫傻了呀。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PTSD。 一系列可怕的名词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 我转身抱住他。 他很惊讶, 霞颖, 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不称职, 明明发誓要保护他们的。 不过还来得及, 我不会让他成为第二个清流。 凌双, 他叫你刺杀的人, 名单能给我吗? 他很惊讶, 为什么? 你不要问, 只告诉我, 我一定不会害你。 他若有所思, 说, 好。 我问他确定吗? 他说确定。 霞颖, 你是我的挚友啊。 拿到名单以后, 我就想着要帮凌双脱身。 虽然这些都是凝王的罪证, 但是凌双也脱不了干系。 然而没等我想到办法, 凝王自己的一个神操作让我猛了。 发财回来告诉我, 凌双夫人赐给了新科状元楚大人。 我都以为我听错了。 这个新科状元有这么重要吗? 重要道, 让他拿培养了很久的刺客去拉拢。 发财说, 楚状元三元吉地, 乃是开朝第一人。 陛下娘娘都对他赞不绝口。 我有点激动。 因为我知道, 皇上身体不好, 皇后临朝称治, 正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突然冒出来一个 名满天下的三元吉地, 圣券一定不会少。 只要凌双能脱身成他的夫人, 那必然不会受凌王牵连。 不过我有点存疑。 为什么会赐给他? 他喜欢凌双吗? 据说一落座, 就眼不错地盯着试验的凌双夫人看。 凌王说赐他, 他立刻欢天喜地地 多谢凌王赐妻。 妻。 对, 说三枚六聘来迎我们凌双夫人做正妻。 我比较冷静地让发财去查一查, 看看是不是早前认识。 发财说, 怎么可能? 凌双夫人好像十岁出头就入府了。 这位楚大人是外地来的。 我说只当我多移好了, 让他去查。 但不管怎么样, 先离开王府。 等他出去了, 以他的身手, 怎么都比困在凌王身边, 这身宅大院里好。 凌双这傻丫头还不愿意。 我硬是撑着病体亲自去劝。 当时只想快点把他打发出府。 顺便敲打他两句, 让他忘了凌王那个贱人吧, 不知道对他的心理疾病能不能有帮助。 可我没想到, 他出嫁这件事竟然也成了我的转机。 起因是我没忍住, 凌双出嫁的时候给他置办了一个别院, 然后在别院藏了一箱金子。 凌王这次高调把世界嫁给寒门状元。 搞得十里红装, 却过半是虚台, 撑场面而已。 够恶心人的。 凌双出去了以后, 高飞,那没有钱是不行的。 就动了这么一次手, 我就被严氏抓住了把柄。 那日凌王亲自来见我。 他直接问我, 你是不是偷钱了? 严氏站在他身边, 得意地笑。 我淡定地道, 凌双不安是事, 我只是想他有些银钱傍身。 严氏道, 王飞出手这么阔绰, 借当家真的好难。 我笑了。 最近这个新上岗的高管, 压力很大。 老板挥金如土, 作风奢迷。 可他真的不行, 账本都搞不明白, 可回自接的人只认账本。 恰好, 如今正是季度末, 青黄不接的时候。 严氏是真的搞不定, 就想转移矛盾。 我略略一想, 想到了应对之策。 我扭头问凌王, 倒是难得见王爷 对银钱这么紧张。 可是, 最近银钱不凑手。 凌王皱眉看着严氏。 严氏立刻道, 王爷, 您看他心里明明清楚得很。 肯定是他私下挑唆那些商户 来向妾示威的。 我冷笑了一声,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感觉他不害别人, 不上点肮脏手段, 他不会做事。 严氏尖叫, 王爷您看他。 我道, 发财。 发财从门外进来。 你陪连月姑娘走一趟, 把这个嫉妒的账处理了。 严氏一愣, 随即就急了。 王爷, 他往常都是带着发财做事的, 却故意藏着不告诉妾, 他这是为男妾。 我但道, 谁做不是做? 要紧的是保证王府的营收, 不是吗? 连月看了看宁王的脸色, 然后走到了发财身边。 宁王认可了。 严氏瞬间脸色苍白。 我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有些人就像田鼠, 时不时要冒出来让人打一顿。 发财跟着连月出去, 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行动方便了。 正好, 我想到凌双也是岳方出身的。 那就是说, 他以前是官家女, 因家族入罪而被没入乐极。 我问过凌双, 但他说记不太清了。 所以, 我就让发财去打听。 晚上回来, 趁着四下无人就告诉我。 没有查到, 凌双夫人应该是改了名字。 那楚状元呢? 我也让他去打听凌双的夫君楚清风。 一个寒门书生, 听说是家中贫苦。 读书写字, 笔墨只燕, 通通都是钱, 而且还不便宜。 那些满腹锦伦的先生, 述修也是要给足的。 这个问题很现实, 也是世家子弟能比寒门子弟 赢在起跑线上的一个重要条件。 他那么年轻, 能一路考到状元, 肯定有他的机缘。 发财低声道, 楚大人是离成人, 听说那边有很多大儒外放过。 还见了免费的学堂。 大儒? 嗯, 有好几位。 他报了名字给我, 我觉得有些触目惊心。 这些人, 竟都已经不在了。 而且无一例外, 是因为前太子倒台受到牵连的。 凌双, 不会是这些大儒的遗孤吧。 楚大人带凌双夫人甚好。 发财安慰我。 我回过神, 真的? 真的, 坊间都这么说。 我暗暗下了决心, 找个机会, 前太子, 凌双。 这位三元吉地状元狼, 他有秘密啊。 本来, 现在以我的处境, 要见一个官员, 是千难万难的。 可我的猪对手, 总会给我送上机会。 凌双都出嫁了, 凌王竟然还让他去刺杀。 我猜测是因为外面的刺客太贵了。 最近我虽然不管账, 但账本我还是瞄了几眼。 嗯, 一笔六千两的大开支, 应该是凌双拒绝接任务, 从外头找到的杀手。 凌双拒不接任务, 凌王还用我的名义 把他骗到了凌王府。 他竟真的兴冲冲地 就跑来王府见我。 我看到他的那一瞬间, 简直想死, 脑子都快烧焦了, 也没想到办法。 他真的很呆。 毫无防备地, 就喝了我碗里的茶汤。 然后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按理来说, 我的身体应该很虚弱。 但我眼看着凌双被带走。 不行, 他已经嫁作人妇, 眼看大好前程在眼前, 我不能让凌王再凌辱他。 我撑着病体跟了上去。 王爷。 凌王回过头,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王妃, 对本王的前世妾, 倒是有情有义。 我也懒得废话。 我在思考, 要不要豁出去了。 就算暂时弄不死他。 我盯着他, 张了张嘴。 王爷。 楚大人闯进来了。 我猛地回过神。 然后就见一个轻瘦的书生 暴跳如雷地冲了进来。 王爷。 下官的妻子呢? 下官三妹六聘娶的, 她是名正言顺的官家夫人啊。 王爷怎么能说照就照? 瓜田里下, 下官和夫人以后如何做人? 我。 真是, 好暴躁一个书生。 宁王爷傻了眼, 楚大人, 你这。 他听不尽话, 也根本不为权贵。 他就站在那破口大骂, 说明天就要上折子去参奏, 哪怕夫妻一起死, 不能叫宁王污了清明。 严氏赶着说了一句, 什么清明, 早就。 我扭头就给了他一巴掌。 严氏。 我笑笑, 大人, 两眼血红地看着严氏。 严氏别看心又坏又脏, 但耸得很, 躲在了宁王身后。 楚清风道, 我娘子是世上最好的女子, 你若在嘴里不甘不敬污蔑她, 轻慢她, 我就写折子去参王爷。 宁王? 王爷? 请把下官的夫人还来。 我一把按住宁王, 道, 大人误会了。 请尊夫人过府做客的是我。 她没跟您提过我吗? 未嫁时, 我们是情同姐妹的。 只是我身子不好, 所以想见见她。 她愣了愣, 然后给我拱了拱手行礼, 王妃恕罪, 是下官莽撞了。 但, 还是请见内快些出来吧。 下官担心得紧。 严氏, 你担。 我扭头又是一巴掌。 严氏闭嘴了。 宁王气得拂袖而去。 我稍稍落后一步, 丢下一枚沾花。 她捡起来了。 但是, 没有还给我。 则, 果然心里有事的人。 表面那疯狗样, 其实也有百八十个新颜子。 凌双因为不听话, 被关在了以前关她的木箱子里。 这木箱子, 和棺材极像。 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看见她脸色苍白, 惊惧惶恐。 我就明白了, 幽臂恐惧症。 这一招很有用。 所以, 宁王反复用。 当下我心中暗潮汹涌, 万般情绪都被我暗了下去。 直到她跟着楚清风走了。 严氏捂着脸哭唧唧地想来算账。 我懒得理她, 王爷就不能放过凌双妹妹吗? 难道就没有人可以替代她吗? 宁王猛地回过头看着我, 你知道了。 我笑笑, 捂着嘴咳了两声, 有什么关系? 我将享受着王妃的尊荣死去。 然后我走了。 今天的事对宁王打击也不小。 她大约是以为, 只要除了我, 她做事就会万事顺心。 可惜她算错了。 她的麻烦, 不仅仅是我而已。 但她这个人, 很擅长找客观原因。 她现在认为是严实无能。 只是, 她真的出门去找凌双的平屉了。 听说城里最大的杀手组织飞鸟阁的少阁主是个年轻女子。 她提出可以纳人家为妾。 被拒。 扑。 事业, 在外面跟着连月野了一天的发财, 又回来了。 她低声道, 夫人, 她来了。 这个她指的是楚清风。 我丢下的簪花是回字街多宝阁出品。 她如果聪明, 就会去那里等信。 没想到发财一去就中了。 如何? 发财低声道, 只说了四个字。 志, 同, 道, 和。 我有些激动。 好极了。 凭内宅手段是杀不死凝王的, 我一个王妃若大谈正事也不合适。 如今, 朝中有了要跟她血拼的人。 稳了。 凝王想要免费的刺客疯了。 那妾的是黄了, 利又不成, 又威逼。 楚清风让发财给我带了信。 说是, 凝王让凌双去刺杀那飞鸟阁的少阁主。 而凌双这个死心眼的丫头, 她竟然真的去了。 她的心思不难猜, 约莫就是怕连累楚清风。 恐怕是动了情的。 楚清风还说, 凌双下不了手, 让那少阁主逃走了。 可迟早被凝王发现清算。 她罕见得极了。 她提出要我把凝王诱出城, 一举将他刺杀在城外, 是目前的上上侧。 这对我来说, 当然是上上侧。 她被人杀了, 我当了寡妇, 开心得不得了。 对凌双来说也是好事。 唯独对楚清风来说不是。 我知道, 她针对凝王是有政治目的, 而不是只取了她的性命。 现在, 她恐怕也动了情。 但既然她提了要求, 而此事对我有利, 眼下又正好有个机会。 我想了想, 就吩咐发财, 让连月去吹吹耳旁风。 是。 皇后寿宴将尽。 往年, 明王府都是我来打点。 我总是能和太子妃齐平, 不出格的情况下, 给王府正脸。 今年她有点慌了。 我身子越来越弱了。 前几天我就开始表演吐血了。 严氏最近可能是进入了恐慌期, 越慌越错, 她不可能指望严氏。 所以连月就给她出了个主意。 要不, 咱看看太子准备了什么礼物。 这一看可不得了, 太子竟然把皇后失散多年的叔母给找到了, 正要护送回京。 这位叔母来头可不小, 是把皇后抚养长大的人, 后来失散了, 皇后一直在找。 她立刻就出城去抢人。 还是偷偷摸摸, 闭人耳目。 死了都没人知道。 按理来说, 这次刺杀是天时地利人和, 冥王作死的巅峰。 短期内, 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刺杀失败了。 气得我当场表演了一个垂死病中惊作起。 发财连忙来扶我, 王妃。 那一瞬间, 我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这次刺杀是飞鸟阁组织的。 因为宁王的嘴脸彻底惹恼了这些自由自在江湖浪客。 凌双手下留情放走了那个少阁主, 甚至合作刺杀也有他的份, 现在肯定是瞒不住了。 楚清风最怕的事情要发生了。 而今晚就是皇后寿宴。 这个时候, 蜀德上号的官员都周旋在宫里。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去拿凌双夫妇。 不行。 一瞬间, 我的脑子又转得快冒烟了。 我手上有他很多罪证, 但没有能让皇后下定决心杀了他的罪证。 我得等, 我得忍, 我得。 可我等的, 凌双等不得。 他会死。 他可能熬不过今晚, 为了不连累夫郎, 为了不供出被他放走的飞鸟阁哨阁主, 他甚至可能自尽。 一瞬间, 我脑海中人神交战。 直到我伸手摸到我一直放在枕头底下的, 清柳的玉佩。 我冷静下来了。 发财心惊胆战地看着我, 王妃。 我掀开被子, 老娘跟她拼了。 这段时间, 我都是病歪歪的。 现在不装了, 我直接从门口冲了出去。 迎面碰到严氏, 你去哪里? 好啊。 你果然是装的。 我说, 你滚一边去。 他不肯, 一路拽着我, 又含府里的丫头去喊人。 不多石府里的女眷就全都冲了出来。 严氏道, 你们来得正好。 王妃要跑了, 回头王爷回来了, 你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没人动, 所有人都看着我。 严氏。 我道, 我现在要进宫, 去见皇后娘娘。 严氏一把抓住我, 你休想。 这时候, 梁蝇狗狗碎碎地从一个人身后冒了出来。 然后, 悄悄地, 扯住了严氏的发迹, 把他往后一拽。 啊。 耿氏先反应过来了, 他恨严氏入骨, 立刻就冲上去左右开弓。 我替王妃教训你, 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 这时候连月走了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侧身让开了路。 严氏惨叫, 你果然是他的人。 连月冷冷道, 还是死人好, 不会乱说话。 我扭头走了。 我出了王府的门, 立刻叫来我的人。 笑死, 宁王那个孙子, 真当我这个王妃是白当的。 我派人去见东宫的几个蜀官。 宁王亲自带队去接太子的贺礼, 太子必然已经有所怀疑。 亲兄弟互私, 我不送点证据, 过去给大伯哥助助信, 说不过去。 然后, 我就进宫去了。 我刚走到玄武门下, 迎面就遇见了宁王府的府兵。 我愣了一下, 就大喜过望。 看来宁王也是一早就进宫了, 毕竟讨好皇后对于他来说, 还是第一要紧的事。 所以, 人就从宫里派出来了。 我从马车里探出头, 哪里去? 府兵扭头看看宫门守卫。 在外头, 不敢对我无礼。 参见王妃。 我冷笑, 绑起来。 府兵头子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王妃。 我跳下马车, 我是王妃, 是你的主子。 在这玄武门下, 你要和我论一论吗? 不管关上门, 宁王怎么坐见我, 在外头我还是主子。 只能忍辱负重地, 让我的人绑了, 当着玄武门下宫廷守卫的面带走。 我低声吩咐, 送到武德殿, 也就是东宫。 那几个府兵疯了, 立刻要挣扎, 但被我的人狠狠按住。 我松了口气, 出门就捡了个好彩头, 我感觉我现在开朗极了。 我入宫一路畅通无阻。 今天是皇后寿宴, 宫里的庆宴从早上就开始了。 皇后倒是还在自己请宫。 我到了迎仙宫, 凤仪女官看到我很惊喜。 王妃, 您大安了。 我回了礼, 低声问母后她。 凤仪道, 平昭公主和宁王殿下陪着说话。 她又问我, 既然病得不算严重, 为何一直不进宫请安? 甚至娘娘寿宴这么大的日子, 都没有准备贺礼。 言外之意, 皇后也为此事不高兴。 我苦笑, 说来话长。 凤仪进去请室, 很快出来迎我。 我进去之后, 就看到公主立于皇后身侧, 冥王跪着。 她看着我, 眼神中含着警告。 皇后是不高兴, 但不是冲着我。 冥王最近忙着墙那民女为妾, 以及和她哥哥较劲。 所以她忘了, 我除非是死了, 都会爬起来给皇后准备贺礼。 但如果我真要死了, 皇子妃性命垂危, 她不但不报, 还忙着那妾, 身为严母皇后不会放过她。 这是个怎么圆都圆不了的谎。 皇后是何等厉害的人物, 一双眼睛不知道看过多少人间是非, 至高位下不知埋着多少尸骨。 她看我第一眼, 我都没开口说话。 去把姚太医叫来。 就是给我看诊, 开药的太医。 这个时候, 冥王发动了好大技能。 母后! 儿臣一时糊涂纵容妾时, 没想到搅和了您的寿宴。 哦, 好想法。 反正她荒唐的人射端得稳稳的。 不过没关系。 因为, 我心里清楚, 有些状, 我这个儿媳妇来告, 本就是不合适的。 她有好大技能。 我还有哥哥大礼包在等她。 姚太医被带了上来。 看到我, 已经下得三魂去了七魄。 皇后冷冷道, 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谋害本宫的儿媳。 姚太医和宁王对了一下视线, 然后一套招供如行云流水。 是, 是王府妾是耿夫人, 前阵子因王妃毒害小产伤身, 为报复王妃, 才。 宁王连忙道, 母后, 实在是因为慧言, 她被这毒妇害得太惨, 而臣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她说, 耿氏的身子全毁了, 皆因生子的时候, 孩子已经冒头了, 又被推回去。 说的那叫一个会声会色, 使人仿佛身临其境那般。 身边的人都变了脸色。 除了两个人, 皇后和平昭公主。 皇后冷冷道, 凤仪, 把姚太医带下去, 严刑拷打, 直到她说了实话为止。 姚太医要疯了, 王爷, 王爷救命。 宁王忙道, 母后, 今日是您受宴, 恐不好见血。 皇后冷笑, 天大的笑话。 本宫位居一国之母, 还会怕这小小的忌讳。 倒是你这满嘴谎言的不孝子, 真能气死本宫。 平昭公主忙安抚, 母后息怒。 宁王不敢吭声了。 平昭公主回过头, 看着她, 皇帝, 自小母后就教导我们, 犯错不可怕, 但说谎罪加义等。 宁王只好道, 是儿臣厌弃了这毒妇。 但母后又太喜欢她, 所以, 只能出此下策。 皇后被气得差点倒痒, 你, 好, 真是好得很。 她两眼通红, 细眼得很到位。 是一个倔强又任性的小儿子的形象。 眼看皇后要发落她了, 无非就是禁足, 伐凤, 思过。 我缓缓开口, 截断了皇后的话头。 您怎么不说, 妾身为何让您不喜? 她皱眉看着我, 你心中有数。 自然有数。 是因为您平时在府里大骂母后, 说母后聘机私沉, 妾劝过几次。 她大惊, 你, 你胡说? 本王何曾骂过母后? 我冷笑道, 你有。 你不但骂了, 你还做了。 说完, 我从秀中取出一个长侠, 打开柜程。 此物质恐误了母后的眼睛, 请公主先带为观看。 平昭公主过来一看, 顿时大怒, 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你这个畜生。 说完, 才拿给皇后看。 那是母后的雕像, 当初她叼来讨好母亲的。 后来皇后又赏给了她。 她眼下还一脸迷茫。 她当然迷茫了, 因为我从连月手里拿到的。 然后我让连月模仿她的韵笔 给雕像画了一个钉钉。 对不起了母后。 皇后气得那脸白了又青, 轻了又白。 冥王茫然地过去看了一眼, 瞬间脸色大变。 许霞盈? 你这个毒妇。 你敢如此冤枉我? 我寻思你拿梗式的事情栽脏冤枉我, 我这最多就是个小小恶作剧而已。 打死冥王, 她也不敢认。 此时她就一直磕头, 哭求, 请皇后相信她。 我不嫌不淡地道, 母后可以找王爷的贴身侍女连月来问。 她愤怒地看着我。 她心里大概在想, 等她回去, 我和连月都得死。 连月先死, 我稍后。 她可能还在想, 连月是什么时候盼的。 我都没吭声。 皇后也没吭声。 目前这个阶段是宁王在拼命解释, 凭召公主在骂她。 这个时候, 太子冲了进来。 老三。 你这个畜生。 我勾了勾嘴角。 很好, 上众头戏了。 如果说, 刚才皇后的心态是在为熊孩子生气。 随着太子的到来, 他的脸色已经渐渐严肃起来了。 太子对宁王破口大骂。 说他买刺客连杀太子俯十几名鼠官。 宁王惶恐道悠, 皇兄,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弟弟我哪里有那个稚气。 说完突然看向我, 是不是你恨毒了本王, 所以去皇兄面前搬弄是非?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王爷, 你一直让妾身闭门养病, 连门都没出。 宁王咬牙切齿地看我一眼, 然后诚恳地向太子解释, 皇兄, 咱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你要相信我啊。 母后? 儿臣真的没有做啊。 太子拿出一叠聘杀手的聘书, 王府的请杀手的流水, 甩在他脸上, 你还说你没有? 宁王又看向我。 我淡淡道, 王爷, 妾身被剥夺管家之权很久了。 就算是这样, 你也可以。 太子盯着他, 不管这东西怎么来, 你只说, 这是不是你的。 宁王反应过来, 忙道, 不是。 太子直接跪下了。 母后, 他若是只是基于太子之位, 能不能弹压他, 是儿臣的本事。 但此人实在太过恶毒, 他竟然让人结儿臣给母后的贺礼。 若这贺礼是珍宝, 哪怕是价值连城, 也都罢了。 小年微寒, 全赖淑母养大。 听说淑母找回来了, 铁血手腕的女人, 面色也崩了。 人呢? 太子, 事儿臣不察, 路上长辈竟被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下了新剂药。 如今人在东宫养病, 怕母后看见伤心, 所以想将养一阵子再说。 其实宁王的计划本来是这样的。 他先派人去给老人下了药, 然后他再动手去抢。 这样, 一来可以诬告太子为了讨好母亲, 不顾老人身体状况强行赶路。 二来, 还可以抢献李之公。 真是妙啊。 虽然路上被飞鸟阁杀刺打乱了计划, 但他也不算输, 因为老人病了。 太子不知道那其实是补药, 难受两天甚至还能调理身体。 他把人藏在东宫, 怕吴公反而有罪。 直到我今天给他送了那几个参与绑架的府兵。 人证物证据在。 五皇后匆匆从位置上下来, 走过来狠狠踹了他一脚。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然后就由平昭公主扶着, 匆匆跟着太子往东宫去了。 殿内只剩下我和宁王。 他看着我, 脸色阴郁。 心口被皇后踹了一脚, 皇后习武, 力道可不轻。 我目视前方。 母后教过我, 若是被先发制人, 一定要沉住气。 就好似打叶子戏, 先亮牌的不一定赢。 然后我才缓缓扭头看向他。 你的牌打完了吗? 我还没有。 他面色不定地看着我。 最终冷笑一声, 我是母后的儿子, 光凭这一点, 你就永远赢不了我。 我吃笑, 容我提醒你一句。 母后这样的女人, 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 只有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 你有本事, 就、爬、回、 你、娘、肚、子、离。 宁王先被幽禁了。 如果不是平昭公主劝着, 他可能要把宁王打残。 而我被留在宫里养病。 其实我本事不愿的, 府中的情况让我放心不下。 但我知道, 这几日以宫廷为核心, 会有巨大的动荡。 事业, 平昭公主来看我。 我想起身。 他道, 不必多礼了, 我们姑嫂说说话吧。 我看着她, 突然发现这公主平静的眉宇之间, 有一些跃跃欲试。 她太像母后了。 只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是母后已经到了 不需要掩饰自己的野心的阶段, 已然是僻逆天下的王者。 而她还在人。 三弟拿出了二哥害大哥的证据。 这话听着像绕口令。 不过,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今的太子, 也是谋了前太子上位的。 现在太子要把宁王往死里整, 那宁王自然不能留守了。 平昭公主道, 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 而且证据那么齐全。 你说, 她是早就在收集罪证, 还是, 当年的事, 她也有份。 我侧头看着她。 平昭公主笑道, 那我再猜一个。 莫非是, 当年的事, 就是老三座的推手, 老二只是被她利用了。 其实她锋芒毕露, 有政绩, 有军功, 也是皇后最喜欢的孩子。 奈何只因为她是公主, 宁王就没把妹妹列为对手。 太子折腾进了了大牢。 可, 公主才是黄雀。 老二是废了。 平昭公主分析的煞有介事。 我终于笑了, 道, 依公主所言, 是的。 平昭公主又道, 那老三, 就是母后唯一的儿子了。 她的错, 好歹是没有被捅出来。 你说, 母后会立她为储吗? 我盯着她。 她活着, 就很难绕过她。 平昭公主笑道, 那她说不定, 死了呢? 我垂眸, 也可以死。 我们的谈话到这就结束了。 我非自愿卷到天界的事情里去。 其实, 我也知道, 和公主共同谋划, 杀她兄长, 和我自己的夫君, 是一件极为冒险的事情。 平昭公主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和她母亲一样, 是个政治动物。 但, 来日是, 来日再说。 我不愿, 但我不惧。 冥王把太子按住, 他觉得他是安全了。 没人再害他了。 等风投过去, 他就回王府弄我们了。 可是这时候, 我的下一张牌, 他自己冒了出来, 楚清风。 他, 一个外地学子, 甚至出身苦寒, 毫无根基。 作诗做得好, 被皇上和皇后宠幸。 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政治敏感度。 一直在汉林修书。 京城权贵很喜欢他, 把他当成是没什么新演的, 会写诗的吉祥物。 就是这么一个人, 谁都不会设防的。 结果, 他给五皇后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上面都是, 冥王勾连的大臣。 还有多年前, 冥王谋算掌兄的证据。 致命一击, 我没找到, 可是被他找到了。 这架势, 说是要夺敌, 不如说是要谋反。 皇后这个人, 很奇妙。 他的母爱, 抵挡不了他的政治本能。 一个人, 哪怕是亲儿子, 只要成为他的政敌, 他都可以舍弃。 十月怀胎生了个死人而已, 这个代价, 他付得起。 据说, 皇后让宁王和楚清风当堂对质。 楚清风状元出身, 财思敏捷不说, 手里还拿着铁证。 宁王被逼急了就道, 就算是我做的, 又怎么样? 大哥已经不中用了, 您只有一个儿子了。 把他自己送上了绝路。 他错就错在, 把皇后当成了母亲, 而不是帝王。 须知帝王是最威胁不得的。 皇后一生强势, 怎么会被杨老之说拿捏? 他冷笑道, 等你能活到本宫老了那天再说。 宁王被耻夺封号费为数人, 流放三千里。 我作为他的正妻, 被特许去看他一眼。 顺便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母后说, 你的罪过, 不牵连妻儿。 你不是王爷了, 我还是王妃。 府里的姐妹和孩子也保住了, 我还剪的。 这几日的功夫, 宁王就变得异常憔悴, 胡子拉叉两眼血红。 也是, 他一向擅长在背后做手脚。 突然被推到台前, 这个强度他吃不消。 他冷笑着看着我, 你别得意得太早。 你以为, 母后保留你的封号, 是为了你吗? 我就看着他。 他说, 我如今是母后唯一能用的儿子。 他迟早, 会接我回来。 到时候, 我还是你的主子。 我似笑非笑, 你没别的底牌了。 我可还有别的牌没打。 宁王流放了。 我人还在宫里养病, 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非常清白。 但他死了, 路上被人刺杀了。 据说, 刺杀他的应该是个不会武的, 甚至力气很小的女人。 一刀杀不死, 就很耐心地捅了二十多刀。 他的好袋上大分的梦, 得下辈子再做了。 我成了一个身份尊贵, 家财万贯的寡妇王妃。 皇后有一点伤心, 但不多。 但平昭公主哭红了眼睛。 眼挺好。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嘴角抽了抽。 许事, 得罪的人太多了。 平昭公主道, 本宫听说, 飞鸟阁那个少阁主奉事, 虽不会武功, 甚至很雷弱, 却能将偌大一个组织打点德。 说着说着, 就有点向往。 一个可以杀人于无形的组织, 哪个政治动物不心动? 我打断他, 公主。 他回过神。 我说, 公主, 您要走的是坦荡帝王路。 养刺杀组织, 绝对是歪门邪道, 迟早被反噬。 凝王就是一个好例子。 平昭公主笑道, 你说得对。 我松了口气。 其实我劝他, 主要是为了飞鸟阁哨阁主奉事。 我怕他真的像凝王一样欺负人家。 他说, 黄嫂, 你要常在本宫身边劝谐本宫。 毕竟, 本宫的真面目只有你知道。 我, 哆嗦了一下。 我终于养好病出宫了。 去看了一下凌霜, 他开朗了很多。 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父亲果然在黎城任过职, 是个好官。 而于楚清风的缘分, 是因为他父亲在黎城开设免费的学堂, 楚清风是他的弟子。 或许刚开始是为了报恩, 为恩师报仇。 只是, 楚清风伴猪吃老虎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他升职很快, 得了母后和公主的重用。 小凌霜啊, 迟早要当告命的。 然后我又回了王府。 进门, 就看到一群寡妇带着孩子站在那等着。 连跃在他们最前面。 他见了我, 红着眼睛跪下了, 给我磕头。 他早投了我, 比凝王想的都早。 因为, 他本是凝王府的家生子, 凝王一次酒后, 自己进错了门, 发现是个老狱, 大怒, 杖杀了他娘。 后来以为他爹和兄弟去闹, 又杖杀了他爹和兄弟。 凝王赏赐了他一些东西作为补偿。 归根到底, 没想到他会报仇, 是因为没把他当人, 也不觉得他有人性。 我扶起他, 你不必如此。 王妃。 一群女眷都围了上来。 有些惶恐不安。 他们大多帮凝王做了很多事, 最要命的撇开被耿士弄死的严是不算, 剩下的七个妾室, 他们娘家都是凝王党。 凝王那一套, 虽然很有效果, 但一旦暴露, 会被反噬得很快。 谋反才是灭族罪呢。 为了一个骗人感情的男人, 恋爱脑被灭族也太夸张了。 所以, 他们都寄托在我身上了, 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可靠。 我说, 你们放心, 我求了恩典的。 其实求的是平招。 府里的女眷不动。 他们的娘家, 能亲就亲, 亲不了的也绝对不会出人命。 当时平招都笑了。 他说, 我这二哥, 可真能耐啊, 竟把全京城的女儿奴, 都搜罗到府里作妾了。 他们纷纷松了口气。 以后, 想出府的可以自行出府, 能嫁人的也可以去嫁人。 若是想留在王府的, 就留下来, 日子还同往常一般。 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可以再嫁的, 参考灵双。 但有名分, 有孩子的嫁不了。 想出府的, 比如说梁吟, 她的心几乎已经给您插上了翅膀, 飞回了一仙谷。 府里突然一扫刚才的焦虑和担忧, 各个喜气洋洋起来。 哪里是和从前一样, 不一样了? 姐姐, 你不敢说, 我帮你说吧。 那混账东西没了, 就是不一样了。 我提前当上老夫人了。 他们乐乐呵呵的。 只有我想到平招公主那句话, 又有点后脖梗发凉。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以后, 这王府的天, 还是我来撑着。 我撑得起的。